董事長林憲明 副董事長黃伯團 以及高屆主管和底下員工 一起舉酒乾杯 電子代工大廠偉創 睽違三年舉辦實體尾牙 董事長林憲明深深欲舉功 對員工表達感謝 偉牙超過一萬一千人參與 更找來藝人阿豹 李千娜 肖敬騰登場演出 而偉創在去年全年營收9846億元 年增14% 每股純益4.0億元 創下近11年新高 總經理林建勳表示 員工年終不低於去年 因為大家感覺上不樂觀 所以在很多的策略上面 很多的行動上面 我相信會更謹慎 從我們台灣整體經濟來看 說不定我們在2023年 大家的投資也好 大家的這種主要的活動也好 說不定精準度會更好 我相信每個公司 應該都會控制得蠻好的 今年庫存應該不會是太大問題 創整個合併報表 大概四成以上已經是拿PC的營業額 營業額都已經到了四成 玻璃當然少過一半 PC個人電腦市況 在2022年下滑 林建勋認為今年仍然嚴峻 不過看好今年非PC市場 能有雙位數成長 多元布局上 他表示越南投入新產品線運作 第三個廠開始建設 我們非中國比重一直有在成長 我剛剛特別講就是因為客戶需求 我們做越來越多企業級跟工業級的那種產品 那些客戶都會比較要求在這些地方 甚至台灣 我們在新竹北要蓋的新的AI作業區也是 就是我們在台灣也是比重一直在增加 偽創中國廠區產能已經降到五成以下 林建勋說 每一個廠區都按照激勵計畫在執行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曾希敏 台灣台北報導